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八拍格格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以兇狠音色著名的電音雙人組 Knife Party 如果您也喜歡音樂相關的知識分享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及follow Instagram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相信資深的電子音樂迷 應該都對Knife Party這個名字不陌生 最著名的歌曲就是這首 Internet Friends 這首可是每一場派對中 幾乎都會聽到它的曲樣 而他們的音樂風格更是涵蓋 House、Dubstep、Complextro等等 特色就是音色非常的凶狠、多變 近期則是以House類型的音樂居多 而縱橫電子音樂圈多年的他們 生涯發展故事為何呢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Knife Party是由 以及Gareth McGillan所組成 兩人最初是在2002年時的 一個活動中首次碰面 當時的兩人都各自在別的樂團 但也就在同一年中 他們兩個與Paul Harding 決定共組樂團 Pandurum 這個樂團是以Drum & Bass為主 至今人活躍在音樂圈中 這邊哥哥也想推一下 Pandurum的一首單曲 Witchcraft 這首是一首非常熱血的歌 巧妙的融合了樂團與 Drum & Bass的特色 在Pandurum獲得不錯的成績後 接著Rob以及Gareth 就在2011年成立了Knife Party 起初這只是兩人的一個side project而已 因為曲風跟Pandurum截然不同 外界普遍認為這並不是原本樂團的延伸 而是截然不同的企劃 甚至Rob在首次上傳Knife Party的一首remix時 還特別標籤了No Pandurum 切歌意味十分的濃厚 而這首歌正是他們remix來自 Swedish House Mafia的經典代表作 Save the World 從此在電影圈開始大放異彩 兩人決定將重心移往Knife Party 而Pandurum的發展更在2014年時 宣布暫時停止所有的演出 而到了2011年時 Knife Party發表了第一張EP 100% No Modern Talking 而Modern Talking這個名字的由來 也是相當的有趣 在當時做Dubstep的製作人 都會用一個合成器 叫做Messive 而裡面的一個波形 就是叫做Modern Talking 哥哥在猜想 或許他們也是在開玩笑 叫大家不要再用這個聲音了吧 這張EP中最著名的單曲 莫過於就是這首Internet Friends 曲風是Compelestro 歌詞相當的有趣 甚至有點政治不正確 在當時爆紅後 也成為了各大音樂節中 都會出現的一段音樂 直到現在也都非常常聽到喔 在2014年時 Knife Party發表了第一張專輯 Abandonship 並獲得了美國告示牌排行榜的 舞曲排行第二名 專輯內的風格非常的多變 而根據Rob的說法表示 我們一直都很喜歡 House的結構 以及Dubstep的聲音 所以我們就會一直想 要怎麼將兩者融合在一起 哥哥猜想 或許這也是他們一直想要 嘗試不同風格的主要原因吧 這邊想要推薦的 是來自這張專輯的歌曲 Begin Again 這是這張專輯中 風格較為溫和的一首 非常的有grooving 也聽得出 仍有一些樂團的元素存在 相當的特別 在2016年時 Knife Party與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樂團成員 Tom Morello 共同合作單曲 Battle Sirens 並在當年的 Ultra Music Festival中同台 Knife Party在訪問中表示 Tom一直有想要把 吉他融入電子音樂的想法 而我們在幾次的來回修改後 就完成了這首歌 這首歌成功的將 搖滾與Bass音樂結合 也在UMF的壓軸演出中播放 給了大家一個大大的驚喜 甚至還有網友逗趣的說 這個Dubstep的聲音 該不會是用吉他彈出來的吧 而在接下來幾年時間中 Knife Party的作品數量少了許多 直到2019年才發布新EP Lost Solve 根據Rob的說法表示 我們休息的原因很多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從2002年時Pandrum成立到現在 我們沒有休假超過一週過 即便2012年Pandrum休團 我們也是馬上就開始弄Knife Party 這讓我們有一點點的累壞 同時也沒什麼創作靈感 也需要發掘新的聲音 無論是Pandrum還是Knife Party 這也讓我們思考了一陣子 到底什麼才是我們想要的 而在發表這張EP時 他們也在BBC Radio 1的訪問中提到 在我們回歸Pandrum之前 必須盡快完成這件事 在我們曾經太久前 發行一些音樂 畢竟我們是真的有段時間 沒有新作品釋出了 但我們必須確保一切都沒問題才行 可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EP內的歌曲 Ghost Champ 這首歌的風格與以往不大一樣 是帶著Minimal與Techno元素的歌曲 整首歌帶著非常詭訣的氣氛 可可只能說經過幾年的休息 果然又讓他們的風格 往下一個領域邁進了 而其實早在2016年 Rober與Garris 就曾經以Pandrum的身份 在Nive Party的表演中出現 或許這也暗示著兩人即將回歸樂團 果不其然 Pandrum在2017年時正式宣布回歸 隔年Rob也對外公佈 正在為Pandrum準備新的專輯 這也難怪最近幾年 Nive Party比較少有新的作品出來 而最新的作品大概就是 2021年中發行的歌曲 Loud and Worse 曲風回到最初的John and Beth 但經過了10年的洗禮 哥哥覺得聲音變得更精緻 且更有情感了 Nive Party一路從樂團起家 經歷過EDM的爆炸性成長後 最終還是回到了熟悉的樂團 雖然風格截然不同 但同樣的是他們對於音樂的堅持 哥哥相信 未來無論是Nive Party還是Pandrum 他們還是會為大家帶來好聽的音樂 就讓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 Nive Party以後的生涯發展吧 OK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對於Nive Party 能夠更深的認識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給我們一個Like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每週四都會發布 音樂資訊、DJ知識及編曲知識 如果有什麼想聽的主題 或是影片上的建議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